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伯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 會不會想要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無敵海景 到O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支影片鮑伯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高尾山位於東京都的八王子市 標高599公尺 雖然山不高 但他在日本人心中的名氣非常高 包括覺得很像是陽明山在台灣人心中的地位 這裡離東京市區沒有太遠 從新宿坐快車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到達 一下車之後就是登山口 不用轉巴士或是走路 所以地理位置真的十分的方便 上山的方式也很淺顯易懂 你可以從八種不同的路線中 選出一種最適合自己的路線 而大多數的路線單程一兩個小時之內就可以爬完 當然也有不同的難度 包伯建議上跟下爬不同的路線最好 那這次包伯跟朋友選的是道河山Course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就有單純想爬一下比較困難的路線挑戰自我 如果你的腳力不是很好的話 也可以搭乘纜車 會輕鬆很多 而且很省時間 一路上看到的風景也不錯 秋天可以看到紅葉 高尾山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商店街 有一些不錯的餐廳 大家可以爬山之前或爬山之後逛一下 那包伯這裡就不多說介紹了 那我們回到道河山Course 說實在話 包伯平常沒有爬山的習慣 心肺功能也沒有特別練習 但說實在話 這個路線真的沒有很困難 平坦的地方也不少 可能有些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被樹根絆倒 聽說秋天的時候這個路線很適合看紅葉 然後路段上的幾個地方可以看到東京的城市風景 爬了一個多小時之後我們來到山頂 這裡的景色真的讓人心曠神怡 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遠眺富士山 如果肚子餓的話也可以來吃薯亭的山菜蕎麥麵 下山的時候我們沒有走Course 看看隨便亂繞可以找到什麼景點 我們首先經過了閉坊景點 於西院744年 聖武天皇夏立建立的高尾山藥王院 境內附近非常的寬廣 很適合花點時間走走 參拜一下位於大自然中的寺廟 參拜完藥王院往山下走後有點嘴殘 鮑寶買了現烤的味噌糰子 真的蠻好吃的 高尾山蠻厲害的地方是 整座山有四十幾個地方可以吃東西 邊爬山邊吃東西的感覺真的很不賴 我們繼續往山下走 還可以經過吊橋 以及瀑布等等的小景點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些小景點的指標 那這次高尾山的自然行程就介紹到這邊囉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及加入會員讓我們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鮑寶跟文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